好了 直播各位观众 继续带您掌握花莲最新情况 那么一早花莲的风雨是逐渐的增大了 记得现在所谓位置位在花莲的火车站 因应台风来袭 班次是已经做出了部分调整 一早有旅客是来到了现场 发现自己的列车停驶 是回不了家 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因为台风 所以就 火车停驶 所以我就赶快来换车票这样子 昨天有预想到 但是没有想到 是我这一班 对 今天上午12点之前 我们花东线 所有的各级列车停驶 南回线也是12点之前 各级列车停驶 花莲到台北的部分 只要跨到台东 就是终点为台东 或始发为台东的 这些列车也是停驶的状况 那么镇长有提醒 目前只要是有途经台东 区域的列车目前一律停驶 并且中午过后的班次 也要是风雨的情况来做调整 提醒民众应应台风变化 出门前先询问列车的最新运行资讯 以免倒战后扑空 影响您后续的行程规划 以上就是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时间镜头闲交还棚内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